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呢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然后就 您就说再见了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硕 今天居家可丽给大家清唱一段 之前很火的一首歌 然后里面的一点小片段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先试一下 曾经在我眼前 却又消失不见 这是今天的第六片 电影里的陪人 好想你的双眼 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就这样的一个小片段 然后呢 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喜欢 我会继续努力的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汪俊锡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我的 今天呢 我就带我家鹦鹉去天台玩一下 等我收集一下就去 我已经是成功到达了我们小小天台 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家鹦鹉吧 这小的呢 他的名字叫 天单超人 虽然有点搞笑 但是也挺像的 他是一只虎鼻鹦鹉 这只绿色的 他是一只和尚鹦鹉 他在这三个里面 脾气最大 也是那个老大 连年也是最大的 他的名字叫奥特曼 这人鹦我最喜欢 虽然他也很凶啊 最近他脾气有点大 因为天台有一点冷 然后呢 没怎么管他 他的名字叫 是只旋风鹦鹉 他有两边有腮红也挺可爱的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哈 平时也很乖的 最后呢 也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与喜欢 谢谢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浩 然后最近呢 大家都被封在家里面 出不去 然后我被封在了 学校的附近 因为我的家被封了 然后我学校附近的路 也被封了 我就呆在这个圈子里 出不去 你们知道吗 真的很难受啊 其实我感觉最难受的就是 我见不到我的朋友们 那就很难受 因为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呆着 真的很没意思 你们知道吗 然后呢 最近在家里面 也是见不到我那几个朋友 但是我在家里面 也没有闲着 每天去找他们的黑历史 找到黑历史 我当然是没敢发给他们本人了 然后我就 发给了我们公司的老师 还有汪俊熙同学 我们一起看他们的黑历史 不知道这小视频他们看到 会不会会打我呀 但是我好像说 后面知道了 他每天 就在损我的头发 就很气 特别的气 然后呢 也有很多人 关心我的头发嘛 我的头发是因为 学校不让我留头发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长了很多了呀 视频中可能看不明显啊 但是我真的很伤心 而且 我刚剪 刚剪的 那前一周 老师才告诉我 我们要拍生戏 我当时就想哭了 我这个头发怎么拍嘛 真的 我真的很伤心 好损有防处 我天天都来损我的头发 本来没有发他黑历史的 他损我头发之后呢 我就天天发他黑历史 真的 我们两个天天都在互损 毕竟在家里面也是 不能出去啊 我就希望我的头发快点长 快点长回来 对于我的头发 我是真的很伤心啊 大家也不要再提了 我真的很伤心 真的太伤心了 反正看着我的头发 他这样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根的 就很伤心了 最重要的是 那些 那些朋友呢 每天也会来损我呀 天天都来损我的头发 真的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然后呢 现在也是不早了 所以说大家早点睡吧 最后再分享一下 我拍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 他们拍这个视频是怎样的 但是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特别的紧张 我一直紧张 我拍了足足40多分钟 真的我就很紧张 所以说希望我以后 不要这么紧张 现在不早了 所以说大家早点睡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桂源 最近一直待在家里 我渐渐喜欢上了魔术 因为小时候呢 我看那些魔术师 他们变着变着 像用了魔法一样 然后当时呢 就以为他们是真的有魔法 直到长大后才知道 原来是用各种隐藏的手法 来进行完成魔术的 魔术这个东西呢 完成过后呢 心里会莫名的有一种成就感 于是我喜欢上了魔术 并且还是渐渐学习魔术 最近呢 也是那个特殊时期 大家一定不要经常出门 还是老老实实的 待在家里为好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加油 哈喽 我又来跟大家说话啦 好久都没跟大家说话了 如大家所见的 我这个头发 嘿 有点翘 因为那个 我的发质是有点硬的 然后 我经常早上就是 麻都玩不下去的那种 就有点乱 我来谈一下 这段时间我的感受吧 我进入到初中呢 就是姐交了一两个的朋友 同学们都很有趣 然后 老师们也很有趣 有两三个就是 他们很可爱的老师 我反正很喜欢上他们的课 其实呢 我觉得我的老师们都挺好的 但是 就是最近要半期考试啦 我还是有点紧张 就是很害怕呀 太害怕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 能在每一次的考试中 提升自己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个努力的象征吧 我也会尽自己所能的 就是考出好课 其实我还是挺幸运的 就是遇见这么 就是有趣的老师 其实挺幸运的 真的还是心怀感的稀罕 当然我真的是挺开心的 现在呀 我的那个钢琴 现在也就是一直在练 还是要继续加油 我们改天再聊吧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嘉三 我这段时间都在家里 注意一下上网课 其实呢 这对学校上课 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 从这个地方 用到另一个地方上课而已 还是一如进入网呢 从早上7点 送到网上9点 只是从这个平时的 休息时间呢 可以看一些在学校 不同的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呢 谈整吉他 下午 都要积木等等 那么现在 大家可以先跟我看一下 这就是我对的一个积木 这就是我这两天 完成的一个积木 其实呢 它还有个给发光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呢 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就是我 简单而要平衡 之后呢 我还想对我的认识的一个工作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和努力 我好相信我们还能做得更好 我也继续努力的 加油 哈啰大家好 我是左谦 好久不见了 为什么好久不见呢 因为前面几天 我学校在今天期中考试 然后我们每天都要去 很多很多的队 然后也要背很多很多的书 好今天我们来闲聊一下吧 前面几天 我们湖南天气特别的奇怪 因为前面一天 还是两天左右 我们还是穿的是短袖 然后最近 我们已经开始穿起了圆服 我觉得我们湖南只有冬夏 没有春秋 你们知道 为什么没有春秋吗 那就你们自己去猜吧 然后最近我喜欢上了摄影 到时候可以拍一些 比较好看的风景分享给大家 疫情 最近疫情特别严重嘛 然后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做好个人的防护 勤洗手 勤消毒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对了 告诉你们吧 为什么湖南比有冬夏没有春秋 因为春秋在战国 好吧 不说了 拜拜 因为我还是不热 拜拜 大家好 我是TF家族练习师陈俊明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日常生活 当然网课肯定是并不可少的 以下课不是做作业 每个月就是练习唱歌或者跳舞 每天最开心的是 还是吃饭 因为爸爸每天都会给我们弄一些好吃的东西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青椒炒肉 还有虾火锅 每次都能吃三碗饭 那爸爸就说 可是像我这样吃 迟早吃出双下巴 于是他最规定我的饭量 每顿 不能超过两碗饭 好了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祝愿粉丝们 吃得饱 睡得香 再见 大家好 我是TF家族练习生张仲宇 今天给你们带来煎蛋的做法 首先咱们看我们需要的材料 盘子 筷子 一个鸡蛋 一个碗 还有碗包产 以及咱们需要的 油和盐 首先最重要的 还是打鸡蛋 然后再炒饭 放一半 这样就收开 这样小工具 拿筷子 搅到一起 甚至六十块 咱们下巴 现在咱们接下来呢 咱们细节 咱们放一点盐 可以 让咱们吃了 多一点皮下去 它不会再咕 再一次 小了 咱们长铁肉 咱们就要吃了 把鸡蛋换掉 咱们转中火 然后烫咱们配的油 一点点 根据鸡蛋 蛋液多少 要厚一下 就可能要稍微浮发一点 因为到时候咱们做出来的蛋液 要大很多 下来咱们加入蛋液 所以把油上也倒了 把鸡蛋换掉 接下来呢 就需要一些技巧 首先用油这样 把中间的蛋液 上面可以 煮包 拆一点 在这里添黑的颜色 因为咱们是盐 你看真的就会粘锅 只让一面靠着锅 另一面咱们 让它保持金黄 我会发现好 这个锅反稍微一下去 这个鸡蛋竟然 蛋饼竟然都靠了 这要说明咱们已经把它做得非常的薄 这个时候吃起来口感已经更好 不需要加醋 We need to know